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口罩已經成為了管制用品 那麼一般人拿健保卡去排隊 還不一定都買得到 沒有想到現在竟然有人 企圖要走私 謀取暴力 就是在中午 澎湖第七暗巡隊 在馬宮漁港查獲了一艘漁船 載著滿滿的N95口罩 一共是查獲了數量多達70箱 總共是71,000多片口罩 企圖要走私出口 來謀取暴力 海巡人員憧憬漁船船艙 一打開不得了 沒看見漁獲 反而全是一箱箱的走私口罩 船長連忙解釋 口罩是準備運往西美忘安 給鄉親自用 但數量實在驚人 海巡人員立刻通報 並展開清點 他船艙裡面有好幾箱多口罩 12號中午海巡署澎湖第七暗巡隊 在馬宮漁港登檢一艘高雄級漁船 但是赫然發現船上滿載N95口罩 這些口罩來源不明 卻都沒有製造批號出廠日期 還分為工業防程和醫療使用 數量更是多到離譜 僅多達70箱共7萬1千片口罩 在目前中央政府規定啊 現在每人出境 只能攜帶5盒250個口罩 因為它的製造以及來源不明啊 我們現在已經通報了 澎湖縣衛生局 以及機關署的馬公辦事處 以及海關啊 前來協助判斷以及認定 澎湖常見走私案件 碰到走私口罩還是頭一遭 不同於一般走私故 採取銷毀手段 口罩後續該怎麼處理 官務署和衛生局表示 要請示衛福部再做處理 但在全國出現口罩荒的狀況下 行政院已經命令 禁止口罩出口 居然還有人涉嫌 利用口罩賺取暴利 船長想發大財 這下先被抓到一切成空 記者文心協澎湖報導